此时 侄子搀扶着父亲已经来到场下 姑姑下场时 彼此擦肩而过 没有任何交流 相比姑姑对小弟的关心 同事一奶同包 这种冷漠更让人心寒 那么 这间有争议的房屋 为何会让他们产生如此大的裂痕呢 来到这个节目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的诉求就是因为菜市口这套房呢 是我爸以后养老的保障房 然后也是我以后结婚的保障房 就是这间房子对于我们来说 也就是最后的希望 我们不希望到时候 就是他们家已经每人都有房了 而我们家却因为这么一点的小平房 又跟我们家去朝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希望保住这个房子吗 对 侄子表示 菜市口的房屋本身就是他们的 也是他们父子的唯一住房 如果失去这套房屋 他将来结婚以及父亲养老都毫无保障 我帮助你 我不义 不要拒绝 我希望你 早就开始